觀眾朋友 歡迎鎖定前線百分百 我是任凱銘 臺北股市大反攻 絕地大反攻嗎 經過了這一個禮拜 一大堆的金融風暴 還有一堆利空襲擊之後 暴雨過後 臺股真的萬里無雲了嗎 下個禮拜很重要 就是聯準會即將要開會 昨天歐洲洋行都敢升息兩碼 那下禮拜的聯準會 是不是會造就升息 但是脫空攤牌的密碼 就是這幾碼的數字 到底是五碼不升息 還是一碼 還是兩碼 這其中差異會差很大 待會好好的解析 來做沙盤推演 那講到了臺股今天的大反彈走高 其實這個禮拜的臺北股市 算是滿抗跌的 我們周線也只有小跌而已 但是這個反彈 是反彈讓你放心的 還是反彈讓你逃的呢 反彈賣不賣 手中的投資組合 今天要請專家幫我們好好的解析 如何在下週進行應變交戰 今天現場請到的是成龍大哥 成龍大哥好 凱平好 大家晚安 柏傑來了 柏傑好 凱平好 大家好 還有友中哥 有中哥好 凱平好 大家晚安 冠州來了 冠州好 凱平好 大家好 來看到臺北股市 今天開高走高做反彈 原因就在於昨天 歐美股市也都出現了止跌 在瑞幸的問題 瑞士央行出手相救 另外呢 美國銀行的問題 聯準會財政部出手相救 看起來大家都要救 似乎看起來這風暴好像過去 今天呢 美股 歐股走高 雅股大多走強 臺北股市開高走高 收最高 大漲231點 收在15452點 成交量2668億 反而是上漲反彈帶量的 今天外資回來了 外資一回補買超109億 由賣轉買 而投信呢 這幾天是一直在那買方 關股銀行這幾天也是 跟著市場對坐 血跌越買了 再加上了自營商 之前一直賣 今天賣超算收斂 只小賣不到10億 三大反而今天買超台北股市 125億 再說到了今天台股開盤的表現 就先看台積電 台積電一開市呢 在除息第二天就完成填息了 15度的填息達正 今天也帶動了全值股全面的拉動指數 包括台積電貢獻大盤106點 一半的點數都是台積電今天大漲13塊貢獻 聯電還有包括聯發科 另外鴻海今天也對指數有所貢獻 特別講到的是鴻基 鴻基今天一開始市場很擔心 因為他公告去年第四季的財報報告 是油銀轉虧 主要是因為會損的關係 但今天看他股價沒在怕的繼續創高 而且是創新高 無懼會損虧損 今天呢多元事業的助攻 股價居然是攻到了新高價位27塊錢 好再說到了高價股 更是今天高不可攀嗎 但是呢你如果攀不上 他就會一路漲給你看 今天指標就是高價IC的市新KY一千兩百塊了 看他佔上一千塊 再看他佔上一千一 現在是一千二 衝高有爆量 有人認為正在題材的熱頭上 AI人工智慧還有細智材族群 今天漲勢相當強 不只是市新KY 包括了今天硬體還有軟體的相關AI概念股 通通都在漲 漲到軟體股間是攻高漲停的一堆 資通 私聯服務 林群 貝利 都是跟軟體有關 似乎看起來AI聊天機器人百家真名 現在軟硬體大家一起衝 不是只有台股今年亞洲股市也都談生 包括日本也漲 還有陸股 港股也上漲 特別是陸港股當中 其中看到幾檔個股相當搶眼 工業複聯 工業複聯前幾天公布財報報告 預期不錯 所以今天看到股價繼續衝高 而且來到波段高點 今天還漲停板 再加上今天看到包括有中芯國際 也相當強勢 而且連續幾天衝高表現 大陸也在漲這些 所謂的AI人工智慧的相關概念股 特別看到這幾天 還包括了百度 今天也做了反彈 百度走高 他推出的文心意言 就是類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 現在傳出短短的這個上限 沒多久 好幾萬家的企業蜂擁的要登記 要來試用 今天看到了今天股價 也拉動了在陸股行情當中 題材表現 陸港台股的AI聊天機器人 概念股今天蠻強的 好 當然看看亞洲股市之外 昨天主要是歐美股市的反彈 昨天瑞士央行用540億美元 去救瑞幸 瑞幸股價反彈走高 大漲超過19% 但是昨天晚上 我們看到的歐洲央行 造就升息兩碼給你看 不手軟 似乎完全沒有阻擋住 現在央行要壓通膨的決心 銀行的問題 我還是想辦法解決 但是通膨問題 我也要讓他壓下去 歐洲央行這麼做 下禮拜的聯準會 是不是看起來毫無懸念 也要繼續升息 一碼兩碼 但是美國財政部長桑莫斯說 看到歐洲央行這麼做 他覺得下個禮拜 聯準會應該也會小幅度跟進 另外 聯準會一個禮拜 借出了1648億美元 在這裡去研究金融市場 有人說這貼線借款的創高 把之前貨幣緊縮政策收回的錢 都已經吐出一半了 他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在變相的寬鬆 變相的QE 讓我們要想想這個問題 之後對資金熱錢行情的變動 有很大的影響性 但是看看從矽谷銀行衍生出來的風暴 今天女股神在這裡直接批評說 都是聯準會惹的禍 因為暴力升息生得太猛 才會造成銀行一個一個爆出地雷 另外呢 也在這幾天的修正當中 股神出手了 巴菲特三天之內花了5億美元 繼續大買西方石油 這是我們看到的最新戰況 但是呢 講到台北股市 今天開高走高收最高 上漲231點 周線只有小跌73點 看到周線小跌還拉長下影線 台股真的好強 那說到了絕地大反攻 暴雨過後真的萬里無余嗎 看看好多個股 可以站在本週的高點上 包括有資通 茂迪 全新 世新KY 元晶 還有石泉鴻基 華新 利基電聯合再生 另外呢 包括印太 光照 中鋼聯電 聯發科 都站在本週高點以上 台股真的化險為夷了嗎 好 立刻請教柏傑 台股今天這個反攻讓周線 只小跌70多點 這個禮拜呢 真的是有驚無險 但是往上攻 下禮拜不要忘了 要面對聯準會的升息問題 下週還衝不衝 請教柏傑 好 第一個 台股目前它就還在一個鄉型區間 那短線的壓力來看 應該是在先前前幾天的那一根大長黑 大概是在一萬五千六到一萬五千七百五 那個地方只要外資 它在這裡沒有完全回來的話 我認為那短線是過不去的 也就是說攻到一萬五千七 大概它就會形成一個鍋蓋 可是下來下面我們會發現到 最近這個整理平台 大概頸線的位置是在一五一二五點 也就是說大概是在一萬五千二到一萬五千一那邊就會出現比較強的支撐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禮拜殺下去之後 今天能夠比較快彈上來的主要原因 那我認為就指數的角度而言 內熱外的就是內資在這裡 大家做的還是很開心 並沒有說因為整個美國金融風暴的這個問題感到非常的害怕 反而是外資在這邊就是一天大買一天大賣 那所以我覺得以指數的空間它不大 但是個股表現空間是有的 好指數看起來往上看 所以你剛剛講到一萬五千七 可能是要注意的壓力點 壓力點一萬五千七 記住待會再請教專家好好的推演出 到底下週的空間有多少 但是下禮拜不要忘了連準會要開會 昨天歐洲央行都敢直接升息兩碼 完全不再怕所謂的金融風暴 連銳性的問題都可以壓得下去 劉忠哥請教你 那下週連準會是不是也升定了 對 沒錯 我們形容說歐洲央行就好比是一個礦空裡面的一隻金絲雀 也就是說他膽敢升息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是說這個銳性的一個事件的話 不會造成所謂後面的金融風暴 那當然這個也預告了 下週的話美國連準會勢必看起來是要升定了 不過升息的空間的話應該頂多只有一碼 只有一碼 所以不會到兩碼 如果只有一碼是不是也暗示著說 真的只有往這個升息路徑的改變要走了 是不是快要變成不升息 甚至開始已經算寬鬆 好 立刻請稱聰大哥上來告訴大家 真的風雨過去了嗎 風暴過了嗎 萬里無雲了嗎 現在怎麼看 如果還有看到歐洲央行還要升兩碼 聯準會還要繼續升息 我們可以放心的說 這個債務風暴不會一個一個再繼續爆出來嗎 對 我們來看 就是說我們最近看到的這些銀行爆雷事件 他就有一點像我們突然有一些急症 我可能本來身體很不好 我有三高 那這些三高我要花時間把它降下來 可是突然之間我可能血糖降了 我突然發生一些問題了 我反而需要趕快補充一些糖分 趕快喝一些什麼比較甜的東西 長期來看這是不對的 但是我為了要救急 沒有辦法我血糖降我可能會暈倒 所以馬上要趕快營養品就補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央行很難為 一方面我們看到歐洲央行升兩碼 因為這個是他的信譽 因為大家對央行一定要有一些感覺上 你不能變來變去 你之前就說我要打通膨 那這個大的目標還沒有完成之前 你這個事情不能挺 可是央行除了有這個宏遠的目標之外 他更是我們講央行就是央媽 他就是銀行的媽媽 但銀行如果出問題的時候我也要幫忙他 所以搞得就好像他一手拿棒子 一手拿胡蘿蔔 這就是現在的狀況 好 那我們回到原來的根點就是說 到底這個金融風暴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小型的銀行問題是怎麼發生的 就是高利率嘛 對不對 因為你利率一直走高 可是我以前在利率低的時候 我做了一大堆的投資 這一些長期投資都讓我虧錢了 那我臨時要變現沒有辦法 我要變現我就得虧錢 所以狀況是這樣 所以當高利率沒有變的話 那今天是矽谷銀行 瑞信 那後天是哪一家銀行不知道 因為高利率不但不變 而且看樣子還要再升高 對 有東西剛才講的嘛 歐洲樣要升兩碼 聯組會可能跟進升一碼 那就更高了 那如果更高的話呢 那就會更多人受不了 所以整個狀況為什麼說 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面 對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反彈只是死貓跳啊 對 大家還是要有警惕之心 那整個狀況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講就是說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狀況 根源是什麼 因為全球央行十幾年的印鈔票 讓資本市場出現巨大泡沫 我們給我一個白板 就是說你去想 如果當你借錢不用利息的時候 你會怎麼講 借啊 對不對 一百萬 一千萬 反正借的不用利息啊 對不對 那我借出來的錢要幹什麼呢 投資啊 我不可能把錢借出來 又把它存銀行嘛 不可能嘛 我就是要嘛消費 對吧 拿去買車啊 拿去買房啊 那要嘛就是投資 對吧 然後投資還要分喔 我要投資那個長遠一點的 會增值對不對 譬如說我買房子 買房子 房子是不是大家第一件事情想的 我買房子 你看房子你十年前買一瓶才多少錢 十年後這個多少錢 你現在不買後 以後一瓶兩百萬三百萬 對不對 所以你會買房子 不然就買股票啊 你有沒有發現巴菲特為什麼是 這個能夠當全球首富 因為他的每一年的報酬率多少 你看你買股票可以賺多少錢 然後再如果你覺得這兩個都還不夠贏 賺太慢 新創啊 什麼叫做新創呢 你不知道未來的高科技嗎 有無人駕駛啊 有元宇宙啊 甚至要上太空上火星啊 我們來投資那個東西 你看矽谷有這麼多的公司在搞新創 我們把錢 反正錢不用利息嘛 我們就把錢來去投資新創 矽谷銀行就專門只做你新創的事業 所以在前兩年矽谷這些新創公司 天使投資人一堆啊 大家都要當天使啊 哇給他錢啊 好幾億 他們做那個什麼募資road show 哇都可以弄到一堆錢 然後這一堆錢暫時還用不到嘛 他們就全部存矽谷銀行 就是這樣子 所以矽谷銀行有了幾百億上千億 就拿去買債 對啊 我收了那麼多錢怎麼辦呢 我也沒地方投資啊 那我就去買最安穩的 最安穩的美國公債 結果現在最安穩的東西變成地雷 對 所以這個源頭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知道 一切都是因為低利率印鈔票錢太多 難怪女股神上講沒有錯啊 對啊 罪魁禍首就是零準會 但問題是現在的狀況 你不可能回到一個百分點 甚至零利率了 那整個狀況就不一樣了 好回來我們的字卡 所以泡沫是這樣造成的 因為呢沒有利息 印鈔票錢沒地方去 所以就買房買股票新創就是這樣子 好可是現在不一樣啊 通膨讓利率飆漲 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在希望利率不升 或者在往下降的同時 你要先問自己一件事情 通膨到底有沒有可能降 對不對 我們大家來當個經濟學家 你自己覺得通膨在未來有沒有機會降 我講的是歐美啦 台灣你可能沒感覺 但是歐美的通膨會不會降 我的感覺是 如果你沒有再更嚴格的升息 很難降啊 為什麼你看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消費還是很好 經濟還是很好 對吧 他們還是缺工 工資還在上升 更何況 現在因為可能地緣政治的關係 美中對抗的關係 所以呢 你以前喔 中國是這樣 中國呢是犧牲了環境 犧牲了勞工 犧牲了很多東西 去做成很便宜的東西 賣給你美國 那現在你們關係也打不好了啊 對不對 你還進他東西 進東進西的 那他的成本也要高啊 對不對 那很多的東西 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或者張忠牟先生 昨天演講才講嘛 全球化的破滅 全球化 兵民破滅 那就代表金元成本 生產成本也要上升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到底通膨要怎麼降 降不下來 如果通膨降不下來 那利率就得升啊 所以為什麼歐洲央行頂著天大的壓力 還要升兩碼 瑞信的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那個是不是剛剛好的 那個瑞信爆雷爆在這個 歐洲央行要開會前兩天 你看這個是不是華爾街的陰謀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就算這樣給你下馬尾 你還是三兩碼 對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聯準會有他的 央行有他的職責 央行就是對抗通膨 而且也只有他能這麼做 因為央行他沒有考慮到選舉這件事情 他的任期理論上是無限期的 理論上我是一任一任可以幹下去 所以我要對歷史負責 對吧 不像政治人物 我是為這四年負責啊 我有選上這負責 所以可能拜登政府想的 跟這個央行 對跟鮑爾或者跟拉加德 歐洲央行拉加德想的 是不太一樣 那只要利率繼續漲 殖利率倒掛 殖利率倒掛 然後我們在講短天期利率高 長天期利率低 那麻煩啦 投資邏輯大批變 也就是說 以前你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講我們 我們都喜歡買保險 對吧 保險是什麼東西呢 保險就是譬如保險公司 拿你1%的資金成本 然後我以前去投3% 甚至5%的東西吧 利差 對吧 以前的殖利率正的時候就是這樣吧 保護 因為保護就是覺得利率很低 所以我乾脆去買保險對不對 博一個什麼 儲蓄險或什麼險 然後呢 壽險公司就拿了你這個錢 去買 去投資 對啊你看信義計畫去多少 大樓都是壽險公司的 都是保護 對啊 因為他要賺長期的錢啊 或者他要去買美國公債啊 買十年期的 十年期利率才高 以前是這樣 可是現在不一樣 你看現在的資金利率就是這樣 現在保護資金成本可能4%到5% 可是我的長頭 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是3.56 我不是就賠錢了 以前我是近賺2%到4%的利差 現在是倒賠耶 所以對很多金融業來講 為什麼會產生問題 矽股銀行是一個問題 難道台灣的壽險公司沒問題嗎 所以很多很多的金融業 為什麼你會發現最近股價大跌 明明矽股銀行已經 美國政府好像救他啦 那為什麼有的銀行還在跌呢 甚至連今天很多中國大陸的銀行 也在跌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怕這個問題 因為手上債太多了 對 好那這個投資邏輯批變以後 那怎麼辦 你是金融業的主管 那簡單啊 那我們就不要這麼做了 這麼做會賠錢啊 所以我們觀念就要改了 那這就叫做金融去槓桿 這個很可怕 金融去槓桿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不要吸收這麼多的存款 因為吸收那麼多的存款 我麻煩對不對 因為我吸收你以後 我第一個我要付你利息 現在利息不是1% 利息是4% 我吸收了以後 我還要再去買賺一個 比4 5%高的 很難啦 太難了嘛 那我乾脆就不要了 你要存我也盡量不要收 因為收了以後我麻煩 那這樣就去槓桿啊 對不對 因為大家知道錢是怎麼來的 今天有100塊存進A銀行 A銀行再把100塊借出去 所以等於市場上有兩個100塊 對不對 100塊再存在B銀行 B銀行再把他借出去 變成三個100塊 就300塊啦 這樣子叫貨幣乘數 一般來講貨幣乘數是7 也就100塊你可以變成700塊 這個就是在以前的邏輯是這樣的 現在不行啦 去槓桿 我A銀行覺得你100塊存進來 我沒有人借啊 現在的整個大環境不好 投資不好 你看那個創投 現在誰敢投 那就斷煉了 這一斷煉就叫做什麼 100塊還是100塊 那就是整個去槓桿的狀況 那整個M2 我們講的M2就是貨幣發行 就整個變少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個對資金效果 資金乘數它是扣分的 這個就叫做被浮底抽薪 如果浮底抽薪 那當然就完蛋了 整個到最後最後 為什麼說大的災難還在後面 因為整件事情沒有改變 最後就會大廈崩塌 帶回來現場就立刻講 到底這個大廈崩塌 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影響層數還有影響的範圍是什麼 還有現在有可能要改變的操作策略 尤其你的投資商品 馬上回來請成龍大哥講清楚 說明白馬上回來